我家門前有小河 但仔細看上面還飄著一顆顆高麗菜 受到海米颱風影響 宜蘭大同鄉的南山村 位在南山加油站附近的高麗菜田 幾乎都被沖刷下來 讓農民欲哭無淚 一場大雨讓農民損失將近十多萬元 目前一樓大概裝十五到二十顆的高麗菜 損失兩三百樓至少四千多顆 但村長表示 目前這只是一分地的損失而已 因為山上路不通 其他地方鄉公所正在侵入 預估損失可能會更多 真把沖泡在水裡 泡到整個根部都爛掉 山西鄉的青蔥受到颱風影響 損害面積大約二十公頃 將近三百二十一萬元 另外位在重圍鄉的西瓜部分 也因為泡水將近一公頃 都無法再販售 損失將近五點五萬 凱美颱風 狹帶豪雨肆虐宜宜蘭 大水退去之後 路面上還可以看到許多高麗菜 農民損失慘重 欲哭無淚 下一期有黃龜 黃石函 一旦想過的